我是币乘龙眼 很高兴大家能够收听我的频道 我的频道是主要关于比特币的投资区块链 数字货币相关的 如果你也喜欢我的频道 那么欢迎订阅我的频道 有的选 别有第一集的韭菜 有种顶值思维 叫做莫非定律 你越害怕的事情 越容易发生 观众龙眼 让你不再害怕 数字货币作为一个高风险的投资行业 那么切不可抱一夜报复的思想 进入这个思想 否则最后 最后万丈深渊 那么回顾一下 我们昨天的行情分析 那么回顾一下 昨天是怎么走势 昨天 昨天我们是在这个位置 昨天 那么下午的话 产生了一波非常大的一波 拉盘的一个效果 直接一波 一波干到了 干到了 9000的9400美金 9400美金 非常生猛 这一波非常的生猛 非常生猛 那么我们是在这个位置 我们之前是在这个7900美金 做了一个反手的一个多 反手的一个多 反手的一个多单重心 进行了一波的对冲之后 对冲之后 来到这个位置 来到这个位置 来到这个八千九百美金之后 八千九百美金 之后做了一个多 然后到八千七百美金左右 八千七百美金 然后作为了一个对冲的一个对冲的一个 然后在八千九百美金的时候 九产美金的时候 发现这个车太晚 太冲了 然后在八千八千 八千九百 八千九百的时候 做了一个多单 做了一个多单 八千九百美金的时候 做了一个多单 八千美八千九百美金的时候 做了一个多单 多单 然后到这个九千四百零二美金的时候 做了一个止损 我总共做了 做了四单在这个位置 在这段距离八千九百美金到八千 九百 九到九千四百美金的时候 做了一个多单 多单 总共做了四单 因为五百万 然后进行了一个啊 一个一个抛掉啊 抛掉了一个过程 抛掉了 抛掉了 然后就不做单了 不做单了 之后就发现了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回调啊 回调啊 回调到这个八千六百多美金 八千六百多美金 那么还有还是有很多朋友啊 这个位置啊 如果在这个位置进行做 做多的话 很多朋友都可能就爆仓了 啊爆仓了这个位置 很多朋友在这个九千九千一百美金啊 九千一百美金 还有九千九千一百美金的时候啊 这个多单啊 已经拿到了 当时候啊 这个多单已经九千一百二十一美金 我记得啊 做了一个多单啊 多单跟随了我之后啊 随后啊 在这个位置啊 还会继续看涨啊 看涨 之后啊 我就把它平了啊 平了 平了之后啊 平了之后啊 就发生了 平了之后啊 平了之后 发生了一个啊 非常大的一个 一个抛盘的一个压力啊 一个压力啊 那么目前呢 在这个八千六百多美金的时候 美金的时候 那么昨天的时候啊 昨天我都说了啊 不建议做空了 昨天晚上啊 做空的话 昨天的话 昨天晚上啊 凌晨四点多啊 我 我说不建议大家做空啊 做空啊 不建议大家做空 因为逆势而上啊 逆势而上啊 说说我们在这个位置啊 在八千九百美金的时候 做了一个多到九千四百美金啊 进行了一个止盈的一个状态 到了一个止盈的状态啊 一个止盈的状态啊 那么啊 在这个位置的话 我们是进行了一步啊 又进行了一步操作 一步操作啊 说说啊 大家可以看得到啊 看得到 大家 那么如果接下来是怎么走呢 接下来 大家还是要稳定一下情绪啊 稳定一下情绪 因为这一波的波动非常大啊 相差有 一千美金啊 差距就非常大 说说在一个啊 一个反复的一个啊 折腾当中啊 一个上拉盘 还有 还有一个暴跌的一个情况啊 就出现了一个 多空双暴的一个局面啊 说说大家 在这个这个时候做合约的时候 就会要非常谨慎啊 因为他都是4%啊 5%的或者10%以上的的点位进行你一波的波动啊 说说就波动非常大啊 你稍有不上的话 资金啊 保保障金不够 或者你止损位置没到的话 就会啊 进行的爆仓啊 爆仓 说说我不建议啊 新手啊 在这里做一个合约的一个选择啊 合约的一个选择 合约的一个操作啊 否则就会注入一个万丈深渊的一个一个操作啊 那么还有很多朋友啊 他都不知道运运用什么样的交易所 运用什么样的交易所 说说他们也是非常苦恼 非常苦恼 有用币安啊 OK的 火币呢 还有比特的 还有很多的什么抹茶 还有58.com 还有这个芒果 芒果交易所 很多平台 很多平台啊 那么在错综复杂当中的交易平台里面 我们要选择一个适合自己的交易平台是非常重要的 否则你就操作你就不太会操作 因为新手的话 他看那个数字不太敏感 他以为1%的波动啊 100倍的杠杆不太大 那么这样的风险就非常大了 如果你是按照比特币来计算的话 或者是比特币啊 或者是USDTE的话 那么1%的波动就非常大了 100倍的杠杆 说说你们要做到这个情况下 你们要改造自己的一些坏毛病啊 不要一下子啊 频繁的去操作啊 合约的时候尽量不要频繁去操作啊 否则就会爆场啊 爆场 因为你操作越过啊 手续费越多 他的操作也会非常复杂 同时你的风险也会大大提高啊 说说我不建议大家啊 在来回的操作 在行业大波动的时候 来回操作是非常啊 非常忌计会啊 非常忌计会啊 因为啊 有很多人都会啊 通过这个自己的操作不大啊 导致一个一个亏损的一个状态 亏损的一个状态啊 那么这一步小牛的话 小牛的话 在这个位置啊 上升到这个位置 可能会在这个8600美金 进行一步的航盘啊 航盘 说说我不建议大家进行一波的操作操作啊 我不建议大家进行操作 还是回过那句话 还是玩那个线后比较多啊 玩那个线后大家 如果是大家没有玩过合约的话 还想玩的话啊 我建议大家不要玩了 因为这个风险的非常高啊 你在按照这个点位啊 因为我发的视频每一期的话 我发出来的话 都是以 都是按照那个实际情况来说的 如果你 如果你是按照上面说的啊 可能啊 因为今天晚上说的啊 可能明天早上就不一样了啊 说说你看到的可能是不一样的操作啊 看到不一样的操作 虽然啊 可以打把握了大铁的趋势 但是啊 但是这个在这个波动 在这个行情大波动的时候啊 在这个行情大波动的时候啊 那么就非常难以判断啊 非常难以判断啊 因为的局势非常变化啊 在像在一分钟之内 它波动啊 甚至有五六百美金啊 甚至四百美金啊 一分钟之内啊 波动四五百美金啊 所以说波动就非常大 你就按到啊 今天晚上的还有明 然后到了明天啊 你说波动大不大 它的时间差距差距非常大的 所以说一定要按照实际情况来操作 你不要让一个死多啊 一个死空啊 一个死空单啊 一个死多啊 不要啊 也不要去扛单啊 也不要去硬扛单啊 因为你的保障金不够的话 你就一下子就亏完了啊 一下子就亏完了 如果你跌了百分之十 你的资产啊 跌了百分之十以上的话 马上止损啊 马上止损 这是最简单的 如果跌了百分之十 你还不止损的话 那么说明一个单子就不正确 你就反手做一个 比如说你做空的话 你就反手做一个多啊 马上就可以回来了 说说啊 做合约的话 还是需要很多技巧的 很多技巧 如果你啊稍有操作不当的话啊 本金就会亏损了 完全没有了 所以说我建议各位新来的朋友啊 各位新的朋友啊 你们操作的话啊 建议啊 建议看这个视频啊 是按照那个啊 现货来操作啊 合约 具体合约的话 还是在啊 具体里面 具体那个哪个点位啊 按照那个点位去操作 因为它是时效性的 它一分钟就不一样了 你再按照那个去操作的话 它的波动可能一下就差了几百美金啊 这时候我们已经止盈了 你还没有赚到钱啊 所以说你就会导致亏损了 你也不会 你一下子看到亏那么多钱 你懵逼了啊 一下子亏那么多钱 那么你没有经历 一个多的东西而已 就懵逼了 你不知道怎么操作了 那么就非常危险啊 非常危险 所以说我建议各位啊 你按照这个啊 来操作的话 我只是个人建议啊 用现货来操作还是可以的啊 用现货来操作是很稳定的 目前 如果你是按照合约的话 我不建议 因为它这个时效性啊 就非常猛 时效性就非常猛 今天晚上和明天早上呢 可能就不一样了 这个合约 因为它拨动百分之一的话 就是百分之一啊 可能就百分之三十呢 你做三十张的话 说说它是成百倍的一个放大的一个效果 说说就非常危险 那么 节目的最后感谢大家关注支持 那么大家点了关注的话 请点击小铃铛 我每次发消息的时候 你都能第一时间 能够收听到我的节目 最后大家想领取这个草币蜜 你觉得的话可以添加冷眼助理微信啊 冷眼的拼写加一千零四 冷眼的拼写加一千零四 就会加到啊 冷眼的小助手 来助理微信 那么好了 今天我们先说到这里啊 我们明天晚上啊 统一时间 见 拜拜